Hello,Hi,大家好 我們又見面了,你一見到我便發了 今天你們知不知道我在哪裡? 我在蘇州啊,在昆山啊 來,我帶大家看風水先 今天我幫我的粉絲看風水了 來到這裡,坦白說 這個環境就非常 又好又懷,又惡劣 又有機會 為什麼這麼說呢? 首先我們先說 擺設風水擺設品 那這個主人家呢 這裡的主人家呢 他就買了一隻馬,就是這隻馬了 他在這裡擺設風水 來 啊,他擺設風水 你先聽聽聽 這個是Polkinen來的 這個是Polkinen來的 這個是Polkinen來的,這個單位來的 他就因為這個窗口 他就擺設了一隻馬 我就問他,你擺設這隻馬是什麼意思 他就說擺了馬,馬到功成馬 做事順利利嘛 大展鴻圖嘛 他就說嘛 做生意也好 做工也好 一切順利 我們先出到這裡 那我就說 這隻馬這樣擺設是不對的 那怎麼說呢? 因為這隻馬向著牆壁撞彈 但是這隻馬呢 坦白說 他這裡有個金燃寶 看看金燃寶 這樣呢 下面有一條鯉魚 這條鯉魚 你看到嗎? 這條鯉 托子的金燃寶 就給了一隻馬的 是招財進寶的意思 所以這馬呢 放在這書來說 坦白說呢 他拿不到財運了 還有做事方面呢 是非很多 壓力很多 我教大家看風水了 你們看不看? 因為現在整個常海都下雨了 現在我在蘇州這裏 你們看不看得到? 那裏有很多電訊塔 看到嗎? 嘩! 真的多 你看看 看得很清楚 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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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擺過去 對了 這個也是 你看這些全部都是電訊塔 多重要 你看看 所以這裏會影響到他們的健康就不好了 第一 整天喉嚨不舒服 第二 你看不看得到前面呢 向下 剛剛呢 那間是學校來的 來 學校前面 有個水 有一條河呢 這樣慢慢漏著你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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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也是河 如果是這間屋呢 這個單位呢 風水非常好 這座高樂大廈沒有影響到他們 沒有問題 沒有影響到他們 你看 全部都是水來的 所以說呢 我教大家看風水 風水的教學來講呢 坦白說 你看看 兩邊都是風水來的 嘩 全部都是河 這樣有兩條橋在這裡 看看 如果是有這個呢 我們呢 就一定要 怎樣 這兩條橋是貴人來的 貴人橋來的 有什麼事呢 都擔自過 都 都過關 有很多機會呢 在這條河 和在這條橋這樣過來 這樣這條河呢 坦白說 它向就向回 來 向回入你這個 這個 抛的蓮衣的門口 這樣你們要記得 要怎樣吸材 我教大家 你們還記得不記得 八卦 我的八卦 是專門吸材 凹下去的八卦呢 你放一個凹下去的八卦 在這個 這個手 左邊 這個呢 就放一個 突出去的八卦 因為這個位呢 我們這樣看出呢 那裏呢 有很多那些發射站 那些高壓電 那些東西呢 我們一定要 把八卦放進去 就叫做 化殺 和擋殺 這個很重要的 你明白嗎 化殺 擋殺很重要 所以說 你一定要先化殺 不要影響到家人的健康有問題 所以今期的風水教學呢 就教大家放八卦 那很多人呢 放了八卦之後呢 坦白說 也很多人呢 做事呢 改變了 而且呢 做什麼都好 順順利利很多了 財運都亨通了 工作上都如意 生意都得意了 所以說呢 這個碼呢 不應該放在這個位置 是應該放在室內的 我想對大家知道了 所以說呢 如果是說 你們的家 前面如果是說 沒有這個 河流呢 是有沒有游泳池都好啊 你們記得 在拋著他的上面 放個八卦鏡進去 一定會放一對 不要放一隻 突出去 你要永遠的記者 突出去的八卦鏡呢 就是化殺蕩殺 那些尖殺位啊 尖角位啊 好像有些高樓台下 看不看得到 最高樓台下 是一頂帽的樣子 聽到多少呢 你看 一個框的樣子 聽到一個框的樣子 他好像有些鎖字的樣子 所以一時 你發揮不到你的機會 這樣我們沒有辦法 一時我們種植物呢 是化殺不了 你種了苦味難 都未必化殺得到 那整個局勢 整個形勢 天時地利人和啊 我們說的 就一定要用財運 還有機會 你就放個八卦鏡在這裏 那麼這裏 曬衣服有沒有影響到 放個八卦鏡 一笑在這裏 掛一些第三褲 可不可以啊 其實第三褲就沒有掛那麼高 第三褲就掛低一點 放低去 總之呢 放三褲沒所謂 你們放一個八卦鏡在這裏 然後 我們進來這裏 我跟大家擺個風水先 在左右兩邊 所以呢 你們呢 最重要是放一個財神的五弟前 吊錢在那裏 放在左右一邊 一對 那你財運就入不出了 接著那個葫蘆呢 你開了它 放些豬沙下去 這樣就可以撇斜了 所以希望大家明白了 好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這裏 因為我還要去看風水 到時我們再談吧 拜拜 要記住了 不要這樣擺放 如果見到整個環境呢 你是更加愛招財 我是順利的 因為我的東西 很快見效 尤其是你用了那些貴人符 很多人中標 有沒有看到啊 所以你們記得要用 最少用九張 來掃身 如果在單位來說呢 尤其是單位呢 不方便燒的嘛 那麼你們用了之後呢 掃身體 掃頭 最重要是你中頭標 中碼標 掃頭 掃手 最重要 橫財就手 最重要 你掃我剛才說的 給我財運亨通 順順利利 生意興隆 身體健康 萬事勝意 你這樣掃下你的臉 向下掃 頭呢 就向上掃 最少九張 或者十八張 不妨試下 就是因為你看到 我們粉絲群裡面 很多人拿到我的福品 經常都中標的 就算不中標也好 工作上要順利 心想要順利 心想要時成 萬事就要勝意了 所以要記得了 記著 家裡的東西 要吊五弟錢下去 這樣幫你招財 如果是說你耐心一點 人無橫財不負嘛 除了你在室內的門這裡 按摩的門這裡 吊了 你在裡面這裡 也可以吊一對 可以吊蝙蝠的 蝙蝠很好 不只是吊在那個錘房 你明白嗎 吊在邊皮那裡 有不有福氣 有福就福錄了嘛 對嗎 福氣了嘛 有福氣來的 有得吃 有得用 有得著 有得洗 所以蝙蝠一放一對下去 就包你無死了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為止 我又要去看第二間了 拜拜